现在呢 因为大家都认为说侯康佩这一组 他们的这个凝聚力是够的 哇 把蓝赢都巩固起来 可是因为只有基本盘是不足以赢得大选 扩张性很重要 他们现在要抢的是年轻票 那年轻人呢 很多都在网路上面这个重度使用 所以我要请仪翔来分析说 有没有一些数据来看看说 加入了赵岳康之后 到底对于年轻票 对于扩张性 国民党有没有可以获利的地方 我先讲了 因为现在这个 我觉得卓冠婷超有创意 因为卓冠婷就有开记者会说 赵岳康其实是三机啦 三机是什么呢 是天机 斗机 天机 斗机跟投机啦 天机 斗机 投机 他说这是赵岳康的三机啦 有一点蛮斗机的 我觉得因为很多年前 大概看到赵岳康印象一代是如此啦 但事实上我觉得赵岳康应该是没有带来 他想要的效果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自从他宣布参选之后 因为他声量很高耶 因为那时候他几乎是取代了侯友宜嘛 其实友宜应该放一个侯友宜的土 因为侯友宜他一直都是这样 但是所以他原本是取代侯友宜的声量 所以变得很高 但是后来他还发现 好像也就这样啊 好像听他讲半天 也就是只有说 我们今天要重启服貌 要接受九二共事 不要国防 甚至于对美国产生怀疑 这个就是过去赵岳康的政治理念嘛 他听过说 奇怪我们在岳康战情事 可能已经听了好多年了 总共为什么现在都不懂 要再重新听一遍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声量持续的下滑 但是我要说啦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说 虽然你的声量下滑 但是我觉得 其实这个国民党有买个保险 那买个保险是什么 他们希望可以维持柯文哲的热度 因为他们认为 即便他们自己吸引不到年轻票 但是柯文哲是比较有可能 尤其像柯文哲 最近又出来说我希望台湾正常国家化 我要什么 我是深绿的 然后我要延续蔡英文外交路线 其实这个就是说 希望分化民进党的票 因为他们知道 过去两次的选举已经验证 说民进党的基本盘 基本上已经大过于国民党 所以民进党输的可能性 就是一定要把年轻人 把传统是民进党基本盘的票分掉 那赵赵康他在努力 但是重重 其实也是柯文哲 他们是买个保险 但我要说 我今天看到一个蛮有趣 因为网友在评论柯文哲这一次 我说网友就很有穿 网友就说柯文哲其实像什么 他说他是绿的啦 绿的就像槟榔一样啦 那说得很难听 那事实为什么 因为槟榔咬下去是红的嘛 所以他们说柯文哲的绿 是槟榔颜色的绿啦 中间北辰将军也有这样讲 有讲过是不是 那网友可能是看到这个北辰将军 对 虾子不管你是什么蓝虾 什么什么虾 你下水烫完他就红了 都变红了 但除了年轻人之外 其实赵赵康相还有另外一个关键 就是你要快把郭台铭 郭台铭你不要再生气了 你要加入 那我觉得他的论述很有趣 真的我觉得国民党现在真的是这样 一点团协心都没有 他说郭台铭 如果你真的要生气 你去买朱立伦就好了 你快点回来吧 你不要怪我 这全都是朱立伦的错 不要咬他 不要咬我 然后黄世修我觉得蛮有趣 他说最重点是那朱立伦有觉得错吗 你就不是照着他说的就算了 你照着他没有办法代表朱立伦来道歉 所以我觉得黄世修也是 我觉得他说话就很直 我觉得黄世修这一个回应得分 得分他得分 给你赞 给你一个赞 那我觉得现在蓝铭这一块 真的是他们也正式到 他们到一个民调的天花板 那天花板就只剩两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你找新的元素来注入 就是郭台铭 第二个方式就是你持续的分化 民进党的选票 这就是柯文哲 这就是现在赵少康的做法 好的感谢宜翔的分析 然后侯康佩这一组 赵少康还说 我每次打电话给郭台铭 都直接进语音信商 那还不清楚吗 人家根本不想理你 他不就是不要接你电话 然后柯文哲也很贼 柯文哲就说 我们脑又没有禁止郭子前扮演的柯文哲 帮忙站台 这也是一个变通的办法 那就拜托郭子前了 我第一站就要去 叫他去叶元支 叶元支怕死了 叶元支根本没有找你拍影片 不要这样子害叶元支 好不好 现在国民党的小鸡 如果拿出跟你合拍影片 我给你讲会掉票的 而且不要小看这些小鸡 侯友谊说 你们白银的也来找我站台 不是只有你 讲起来两边像小孩子在互相吵架 蛮好笑的